好,那各位师长,前辈,还有同学,还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佩荣,今天的主讲人廖晓文老师, 还有我们今天中文系的系主任黄威斯博士,大家好,那我们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我是这一个活动的策划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的白尾拳,那我们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场,所以首先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报名我们这一场大马满天神佛的系列讲座,那我们这个系列其实是我们中文大讲堂这个课的课堂活动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一堂课其实是为我们的学生而设,我们的主题规划并不是以一个很高深的学术奖作为我们的定位,因为是学生,所以我们尽可能是以一个比较深入浅出,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让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去发现议题的有趣性,那从而希望可以培养他们自己去主动探求知识的动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之下,我们每年都会推出不一样的主题,像去年就是叫做亚洲人文系列,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大马民间信仰为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主题名称定名为叫做大马满天神佛系列, 那为什么呢?因为民间信仰是我们华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民间信仰本身就是非常的多元,有活力,而且非常具有文化包容,所以我们使用了满天神佛这个名词,正好符合我们的这个主筹了,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的构想,那无论如何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也就是吉隆坡先试试也庙,给予我们这整个活动系列的赞助,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其他的合作单位,像是马来西亚的有电网络书店,它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网络书店,然后也为我们的讲座的参加者提供这个购书的优惠,所以如果大家有去下载我们的简章的话呢,就是你报名过后就会有一个云端硬碟的连接给大家下载,那里面有我们的简章, 那后面有我们的优惠的构书方式,那后面也有我们各个讲者所提供的讲义,那讲义很多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的创作,所以很值得大家去收藏,那另外我们也很感谢其他的合作单位,像是蚂蚁学人,莱佛士华读书会,还有槟城城市报给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更要感谢这一系列讲座的13位讲者们,谢谢你们哦,所以我们今天是, 算是最后一场了,那在这一场开始之前,我们也有请我们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黄卫斯博士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有请卫斯老师,高卫斯主任 好,谢谢白伟全老师,那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场了,可能我们就不要那么的严肃,那其实这个白老师请我讲这个,算是一个闭幕词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想说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感谢各位的,因为我想这个活动从开始,然后到今天的最后一场,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 是经历了一些风波,还有经历过一些争议的,那但是作为这个主办方的我们呢,也从中有所历练,然后也希望将来呢,会可以以更好的这个姿态,以更好的这个方式,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学术,或者是一些学生类的活动等等的, 那今天首先要先感谢大家啊,今天还是一样出席我们的这个讲座,那也谢谢这个小文老师来担任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主讲的这个嘉宾,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各位出席的听众们,谢谢你们对这个活动的支持,跟这个活动的厚爱,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活动,从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活动, 是由保以权老师,他一个人策划的,带着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呢,从中参与,然后从中的慢慢的这个,把这整个活动从零到有,到这13场的活动的,把它给建立出来哦,那我想这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的收获跟成长呢,是最,最让我们有目共睹的,那他们从中学会了如何带人,带人接物的礼仪, 然后妥善的安排,还有照顾我们每一位主讲人的这个需求,那对于所有参与者的这些询问呢,也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复,尽量照顾每一位参与这场讲座的,的这个所有的嘉宾哦,那讲座的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的学生其实他们也要参与这个聆听, 然后书写策计,甚至是思考问题等等的,那就如白维权老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就是自在借着这样的活动,也让我们的学生呢, 参与其中,然后让他们自主的去学习,自主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那当然人无完人啊,事无完美啊,我们的这个讲座呢,当然也有一些不周之处, 那这边还请各位呢,多多的这个包含的,那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这13周的这个一路以来的相反,不离不弃哦,那也这边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中文大讲堂的系列讲座呢, 是每一年的五月学期的时候都会,都会策划这一系列的讲座的,那所以感谢各位今年的这个参与, 然后也敬请期待我们明年五月学期的这个中文大讲堂的系列讲座,那谢谢各位,最后我也再次的感谢各个大位对于本次活动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跟对本次活动的这个回馈等等的,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包吁权老师, 好,我们谢谢威斯主任,我这边也是非常感谢西上,还有文学院,还有我们学校给予我们的支持, 要不然没有系啊,学校的支持,我们也很难办这些这样的活动, 那也如同威斯老师所讲的,这个系列是我们学生为了学生而设的,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海报啊,测试啊,甚至邀请主讲嘉宾的邀请函啊, 奖状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学生一手完成的, 就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个机会从做中学啦, 好,那我这边就不讲那么多,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山海夫人, OK,我们就把今天的麦克风交给今天的主持人, 佩容同学,佩容请 好的,谢谢威斯老师和白老师,各位同学,老师以及观众, 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容, 欢迎大家来到大马满天神风系列第14次,第14场次的讲座, 也是最后一次场次,我们好荣幸地邀请到了廖小文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客家女生崇拜,从布莱春的观音和山海夫人谈起, 布莱春是吉兰丹州,南端荒旺盛偏远,于是隔绝的一个村落, 也为与世隔绝,造成他仍然保留浓厚的特色,是一个纯粹传统的客家村,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廖小文老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在英属马来亚史,东南亚华人,和西马华人社会史上有深厚的研究, 要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听讲座了, 在开始之前呢,需要大家确保记得麦克风静音, 以免有照应当扰的讲座, 大家可以把疑问发在留言区,在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有提问环节, 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在提问环节的时候呢, 点击拒绝了表情符号,我们会优先让开卖者提问, 接下来将麦克风交给廖小文老师,廖小老师请。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文,叫我小文就好,不需要叫我老师, 我先来,声音是清楚的吧? OK,可以,可以 好,那我分享视频 OK吗?是看得到的吗? OK,可以,可以 好,好,好,首先我要感谢新机缘中文系, 还有黄韦时主任,还有白教授, 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线上跟大家见面, 同时我也要跟白老师和大家说抱歉, 因为本来这次的分享应该是在8月19吧,还是8月中, 但是因为我突发有事情, 所以跟老师要,跟那个白老师要求延解, 他也非常的宽容,就帮我延后了两三个星期, 所以也导致这次的那个满天神佛系列多延了一周, 造成大家的那个不变,请大家见谅这样子, 我们很荣幸由你压轴啊, 我非常的紧张, 喜欢没有杂产,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不赖春的观音和沙乃夫人来看, 客家族群的女神信仰, 那从我share screen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不赖春的大概一个地理范围, 它的那个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 那我今天的这个讲题呢, 其实是我在2010年做田野考察的一些收获, 也是我当时学位论文的主题, 我今天其实实际上谈的是一个以各安为例的课题, 那下面讲题的内容呢, 主要是针对不赖春水月宫所供奉的神明为主了, 由于我才书学前, 我对佛教和道教的观音和那个三乃夫人的了解并没有很深入, 也不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深入的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解释, 如果现场有这方面的那个专家, 我们等一下分享以后呢, 希望你们也可以提出那个批评和执政, 好, 那我现在开始了, 那如果大家, 我不晓得现场有没有朋友去过不赖春, 如果没有去过的话, 你们从我现在的这个share screen的picture, 你可以看到不赖春呢, 其实就是如那个图片显示的一样, 它是一个山明水秀的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它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在一个山谷之中, 早晨的时候, 至少到8点, 它都是城雾缭绕, 鸟语花香, 空气非常好, 那再加上当地的居民也非常的友善和好客, 所以我其实在2010年以后呢, 我又重回了这个地方好几次吧, 大概有五六次左右, 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那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呢, 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哦, 你们从现在的这个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它, 它其实是在吉兰丹州的南端, 它非常的靠近彭亨州, 而普莱村呢, 它从花旺深圳要开车, 进去这个村落呢, 大概需要25到30分钟左右吧, 巡视你开车的速度, 我当时呢, 因为我每次进去的那个时间都是早晨, 或者是很晚的时候出来, 所以我不敢开太快, 通常都是半小时左右, 那水月宫呢, 其实就是这个普莱村的那个活动的中心, 也是村民的信仰的中心, 那前面呢, 你们看到地图上面有一个显示一个加拉斯河, 那一条河是在吉兰丹, 算是一个主要的河流, 那在普莱村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 在第一页里面, 你们前面可以看到, 前面是有一条河流的, 那这一条河流呢, 是乌鲁甘拉斯, 它其实就是苏鲁甘拉斯的支流, 那那一条河流呢, 实际上也是, 为什么华人移民可以到一个这么内陆的地方, 其实就是靠着就是这条水道, 那为什么华人移民会来到普莱村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景况, 在17世纪末18世纪的时候, 所以他们才会不辞劳远来到这里, 那么移民的华人中, 又以客家人为主, 大多数呢, 又是美线和惠州的客家人, 那因为这边是产经和金矿文明嘛, 所以他们有金山之城, 那当地还有一个叫做, 阿拉丁的名字, 客家音就叫阿拉丁了, 那前面阿拉,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迦拉斯和苏鲁甘拉斯, 那甘拉斯呢, 如果从客音来听客音的话, 它其实就是阿拉, 那么阿拉在客家的发音里面呢, 其实它又有缝隙的意思, 其实和它的地理位置又可以对得上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坐落在那个山谷之中嘛, 那阿拉丁的丁又是什么呢, 阿拉丁的丁指的是山丁, 因为金矿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山里面, 或者是说它是在那个山林里面, 所以它又有阿拉丁这个名字, 在我们今天如果去到古莱村有观察它的那个观音弹记事的话, 其实它的榜文里面就有写金山阿拉丁这样子的记录, 它还是这样称呼这个地方, 最早呢, 对阿拉丁这个地方就是古莱村有记载的文献, 其实是中文文献, 就是谢清高, 十八世纪末谢清高的记载, 里面就有记录阿拉丁产经, 那华人移民到古莱的历史呢, 据它的记载有数百年了, 那么里面有一句提到, 闽人多居普通, 岳人多居山顶, 那山顶的那些人呢, 岳人其实讲的就是客家人嘛, 他们其实就是在山顶里面套金, 那普通的这些闽南人呢, 主要就是贩卖货物和种植胡椒, 就是以种植产业为主, 所以早期他们的这种业园的地域, 在谢清高的海路里面记载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在这一段文字中呢, 他也说除了双戈, 那双戈是哪里呢, 其实也是在当地的一条河, 叫做苏埃索果, 那双戈和阿拉丁两处呢, 都有产经据谢清高的记载,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记录了与阿拉丁相连接的彭亨, 彭亨记事里面写的那个方向的麻姑, 麻姑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劳务, 然后他们这个地方形成一个Golden Bell, 就是产经的重镇, 那从谢清高的文字中呢, 他透露了早于18世纪的时候, 当地的这些客家人就往来于吉兰丹和彭亨两地, 从事淘金的工作, 而且这个情况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今天水月宫里面, 其实他们的那个榜文记事里面, 也有透露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所以从谢清高的这个文字中里面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说至少在18世纪末就已经相当的规模了, 当地的这个村落, 而且当地人是以淘金为主, 一直到20世纪初, 金矿月才逐渐的示威, 他们才改为种稻, 然后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再改为种树椒啊, 油粽啊, 果菜, 还有就是榴莲树, 他们的那个冒山王非常的有名, 当地人呢, 大多都是以务农为主, 其实现在我去的时候, 他们当地的人口已经不多了, 很多的新一代, 他们都选择搬到那个化妄圣去居住, 不过他们邻里间的活动中心呢, 还是在水月宫的, 就是说他们即使住在镇上, 他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回到那个庙里面,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开会啊, 或者是要商讨庙里面的活动啊, 还是怎么样, 他们还是回到那个古莱村里面, 然后聚集在那个古莱, 聚集在那个水月宫, 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二月观影弹的时候, 他们其实前前后后, 包括筹备工作长达两三个月的, 在我去考察的时候, 我考察的那个对象主要就是在观影弹庆典的前后嘛, 我所注意到的仪式的庆典的一些细节, 还有他们整个仪式的结构, 再对比美国著名人类学家Saren Carson, 他在1970年代, 他也做了很深入的人类学田园考察, 他去了一年, 而且他仿佛的去, 所以我从他的那个详尽的记载里面, 还有他拍摄的照片, 我做了对比以后, 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的, 核心的内容还是保留的相当的完整。 那么布莱村的那个信仰仪式能保留的如此的完整呢, 其实要归功于他的地理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就提到嘛, 他的那个地理位置与外界, 组阁是一个组阁的形态, 所以他因为他不容易和外界交流, 所以他能够内部的那种保留和内部的凝聚力就非常的好。 另外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就是他们祖祖辈辈所经历的一些磨难, 有关系哦, 我们随后会稍微提到, 到时候可能不了解的话, 可以再更深入的分享。 那我这边提一下, 就是有两个最早期的, 布莱村呢, 至少有两次卷入当地马来政治的斗争了, 一次是1800年, 第二次是1835年, 尤其是第二次的时候, 其实有导致那个灭村的惨剧, 就是说他当时因为卷入他们的斗争之中, 其中一派呢, 因为非常不满, 就是华人为什么要协助对方来抵抗他们, 然后就派兵, 然后就把他们整个村倒灭了, 那个时候其实是, 布莱村已经就是没有, 相当于非常没有人口吧,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布莱人, 他其实是这之后再又回到村子里面, 然后又再发展, 然后还拒绝的人口, 那么经过这两次的惨剧以后呢, 之后又再经历了二战, 然后又紧急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经历的这种磨难非常的多, 再加上医学又不太发达, 而且他们又非常的内陆, 所以早期的移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只能依靠心灵的寄托, 来得到慰藉, 那么他们这些经历和灵验的叙述故事呢, 也因此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而因此形成一个独特的信仰, 那么他们, 我刚才也提到了, 他们的信仰中心便是水月宫, 我这边的图片就是水月宫, 刚才在第一张图片是一个鸟刊的图, 那这个是正面的图,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其实他们已经是有翻修过的, 那么最早关于水月宫的记载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谢清高的记载, 他并没有提到水月宫, 在我翻查资料的时候呢, 有一个年刊吧, 他里面有访问就是当地的居民, 就是有一位假币丹, 就是布莱春他们也是行使的是华人假币丹制度, 他们在最后一任假币丹刘靖福的口述中呢, 他诉说说他的曾祖父是1845年, 从贤罗来到布莱春定居的, 那么他到布莱春的时候呢, 当地已经有一间观音庙是奉饰观音了, 而且每年都有庆祝那个观音丹的庆典, 而且哥达巴鲁, 就是吉兰丹北部的哥达巴鲁乡客呢, 也乘坐小舟来到当地参与这个观音庆典的盛会, 那么以上的这个图片呢, 是水月宫的外观和他的那个内部, 内部的图片可能有一点不太清楚, 就大家就看一下就好, 那么水月宫呢, 他其实在1967和1983年有重建过, 所以他其实最早的那个形态, 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 那么水月宫的神明特征呢,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南洋典型的华人明洁性, 就是多神信仰, 他们固定的神明有观音, 三乃夫人, 素婆代, 堂公爷, 官帝, 大伯公和财神, 但是呢, 在观音丹庆典的时候呢, 他们还多请了其他的神明, 大将军, 拿渡公, 风火院, 奸摘爷和水德兴君, 那么, 从他这个神明的那个结构里面来看, 其实就是客家人的客家方言族群从事的神明为主,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应该就是素婆代, 大将军, 风火院, 奸摘爷, 那么这一类呢, 在其他的方言群里面可能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谈的是女神信仰, 在客家族群的女神信仰中呢, 其中最为普遍的是观音信仰, 这可能是与观音的大慈大悲的神信是有关系的, 因为传统上, 即便是在中国客家人普遍都承受比较大的神存压力, 然后也遭遇到比较多的苦难这样子, 所以在他们的心中, 大慈大悲补助众生的观音可能对他们是比较有, 就是我们从功利性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第二呢, 便是马祖, 尤其是在梅县地区明末以来,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出洋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与护航有关的马祖信仰就普遍起来, 其实马祖信仰不只是客家人, 我记得就是在马天生佛系列里面讲马祖信仰的, 也是有提到就是其他的方言群为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色, 而是一个比较海外华人比较普遍的那个信仰, 那么第三呢, 就是灵水夫人, 那么灵水夫人呢, 他主要的神职呢, 是保护妇女生产的安全, 然后要保阴护士, 其实就是要保护婴儿啦, 保护孩童, 因为在以前的医药卫生条件非常的不足, 那么每一户人家呢, 他们其实都会面对生产, 还有孩童健康的问题, 所以神明能够提供这些方面的保护, 对他们来说, 就比较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第四个呢, 我不晓得其他的在场的朋友会不会比较熟悉, 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神明, 叫素婆太, 那么在客家, 在我翻查资料的时候, 其实在客家祖祭风式素婆太的风俗, 其实是非常的普遍的, 但是他们的那个神职呢, 在祖祭地和普莱春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在普莱春呢, 他其实是一个保护家庭的神明, 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家庭, 比如说生病或者家庭不见了, 他们就会就是有特定的一个仪式啦, 就是去拜这个素婆太, 那么素婆太呢, 就会保佑他们的家庭, 比如说猪啊鸡啊牛啊羊啊这样子, 然后他们可能走失了, 还会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女性神, 好, 我现在图片里面呢有五个神, 上一行, 上一排的第一个就是观音, 他们的观音其实是一个画像, 那观音的隔壁,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素婆太, 郭先公素婆太, 那下面呢就是今天的主要主要的主人龙啊, 就是三奶夫人大妈, 二妈和三妈, 其实在客家人的崇拜神明里面呢, 女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些女神呢, 有的如慈母, 比如说观音, 有的如侠女, 比如说女水夫人, 大妈女水夫人, 他们这些神功性, 除了可以, 胖幻育在护寒安然之外呢, 有不少是特别为妇女着想, 为妇女服务的, 比如说观音送子啊, 妈祖护士啊, 灵水夫人, 助产宝银啊,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 他们最切要的一些问题, 那么关于三奶夫人最早的记载, 据我所查到的, 我所看到的资料, 说的是灵丁志的这个记载, 说明三妃, 三圣妃和马祖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记载, 它是记载, 其实它是记载马祖, 但是它讲的是三圣妃, 那么在南宋的先西志里面, 有三妃妙一条, 那比较了两处以后, 他们其实讲的地方, 就是三位女神, 然后三个都是马祖, 而且都是和寺, 他们的妙语也称为宫哦, 那这两个地方公司的对象呢, 资料也说明都是马祖, 就是这个庙都是以马祖为中心的庙宇, 那么关于三奶夫人呢, 又分为大概, 我看的资料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民间法派的三奶夫人, 主要是流传于福建, 江西,台湾等地, 他们的那个法术, 就是他们的仪式受到道教, 佛教密宗的影响, 然后也结合了民间的误息, 传统而制成一格, 那么和吕三法派下的三奶信仰呢, 又以台湾的红头金蝉头为主, 又称为红头施工, 而且三奶夫人呢, 多和在台湾方面, 三奶夫人多和灵水夫人合适, 以灵水夫人沉浸姑为主, 主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求职啊, 安胎啊, 保护孩童这样子, 那么关于三奶夫人的传说呢, 我上面其实提供了就是两个传说的那个故事版本, 第一个就是传统女三派的传说, 那么第二个呢, 右边的这个呢, 就是古来春的转述, 就是我在跟他们做口述访问的时候呢,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的, 细节我就不多讲, 但是他们的母体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第一首先就是先要为了救人, 就是救谁, 一个是为了救弟子, 然后一个是为了救他的那个师兄, 一个是为了救师兄, 一个是为了救弟弟, 然后因为要救人嘛, 所以他们要去拜师学义, 所以他们就开始闯关, 就是过五关长, 六将这样子, 然后在途中呢, 他又不断就是, 沉浸姑遇到了那个, 第二位夫人, 灵性夫人, 然后再遇到那个第三位夫人, 李性夫人, 然后他们就结拜, 他们结拜了以后呢, 就一同去寻这个师父, 要拜师学义, 然后他们学了一身武艺, 救了他们要救的人以后呢, 他们还是就是, 没有浪费这一身武艺, 就继续救人哦, 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行好事嘛, 就是救人, 所以最后就受到人们的敬仰, 然后最后就神格从人变为神这样子, 就是一个提到一个神格的提升, 那为什么我要讲到马祖呢, 因为题目其实是沙乃夫人和观音嘛, 这是因为布赖春的那个, 沙乃夫人和马祖有一个互换的情况, 这个情况其实我一开始在做田野考察的时候, 我并没有发现, 只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那是到后来就是去年要出版那个新纪元, 新纪元廖文辉老师要就是我们在, 金山做客, 要出版这个书的时候就重新再看资料, 然后就发现说, 其实他有一个那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重新又再把这个过程梳理了一下, 所以今天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小新的, 马祖呢, 其实他是闽南地区, 这可能我就不多讲, 就是简单说一下, 因为之前有马祖的老师, 就是已经讲得非常的仔细哦, 马祖呢, 他主要是闽南地区流行的民间声明哦, 马祖在清代, 其实在宋代以前他们就, 他就已经被那个赤封了, 但是他在清代呢, 一共就被封了18次哦, 所以他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呢, 才开始就是广泛或者是流行, 广泛的被民众接受, 然后传播, 然后流行起来的, 那么因为在朝廷的重视嘛, 所以他就加速说, 马祖不仅在闽南地区, 重视他在其他的地方呢, 也非常快速的传播, 尤其梅县呢, 他又是梅州下辖区哦, 客家人主要, 也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局, 聚局地之一哦, 梅县的那个天后信仰, 其实在明清以来就已经非常的流行, 那么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个对象就是普莱春, 他们的早期的这些华人, 其实就是主要来的地方, 其实是梅县跟惠州嘛, 那其中, 这些华人就从梅县来的, 应该对马祖信仰肯定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是熟悉的, 那么三乃夫人呢, 三乃夫人其实他宋代以来的, 民间就已经出现说, 以诚信、灵性和理性三位夫人合适, 在越东, 有不少的地方也有就是崇拜三乃夫人的, 信仰的这个习俗, 所以三乃夫人其实他也属于, 客家人的民间神, 普莱春明对这个神也是很熟悉的, 那么我在跟他们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那个访谈的对象, 他其实就用, 他就是当地有一个传说, 就是他们在流传的一个传说, 他就告诉我说, 他们的三乃夫人是怎么样来的, 那从这个故事中呢, 其实就有那个马祖的原型哦, 他说的是怎么样呢, 他说他们其实最初呢, 供奉的是大马陈进姑, 但是呢, 他因为早期在1976年以前, 其实他们是有童生的嘛, 就是有鸡童, 所以他就告诉, 他就通过童生, 然后告诉村民说, 他的妹妹就是二妈, 林末娘, 受困在吉兰丹北部的哥达巴鲁了, 而且二妈的庙现在正在被火烧, 你们这些村民必须要去, 就是代替他去把二妈的精神营救出来, 然后供奉在雪月宫, 那他说, 当时的村民就根据童生的指示前往, 那果然就发现在一间小庙里面, 就是正在冒火, 所以他们及时的赶到, 把那个精神救走, 然后就安放在那个雪月宫里面, 那我的这位县人, 他还说, 你现在看二妈的脸是不是还黑黑的, 就是因为当时被火烧黑了, 但是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 他有比另外两个生命有特别的颜色, 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他又说了, 过了不久后呢, 大妈又说, 他的三妹, 就是三妈里夫人, 被供奉在霹雳怡宝的一个小村子里面, 他说当时三妈的精神是被一个老人供奉的, 那么村民呢, 他根据大妈的指示呢, 找到了三妈, 那一位在供奉三妈的老人呢, 也愿意把三妈的精神送给, 不赖水月宫的村民供奉这样子, 那么大妈, 二妈, 三妈呢, 此后呢, 他们就形成一个三位夫人, 就是三位马娘这样, 结拜这样子的情况, 在水月宫里面, 形成那个配侍神, 那么在水月宫里面呢, 大妈曾经夫和二妈, 二妈, 林默娘, 他有三妈理性女神三人呢, 他们被称为打仗先锋的, 的一个女性神, 而且二妈, 林默娘在水月宫的神明系统里面呢, 他已经没有, 那个刚才我们说的海神的这个神职了, 他是, 而是继承道理派的三奶夫人特性,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他可以斩腰除魔, 然后, 理性大妈曾经夫这种互因保持的功能, 那么水月宫的三奶夫人, 其实在, 不赖春的心中呢, 不比观音的地位要低,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相同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他们除了在一起的时候, 就称三位女神的时候呢, 他们就统称三奶夫人, 但是如果要独称的时候, 比如说大妈或二妈或三妈的时候, 他们就会独称马娘, 或者说马祖, 而且他们就说只要他们一有危险, 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比较着急的事情, 他们就会口念马祖保佑, 那么这里的马祖其实就是马祖嘛, 但是他的马祖呢, 又不是说指二妈林末娘, 他其实他的马祖其实指的就是三奶夫人, 三位夫人就是三位马娘, 其中呢三奶夫人里面刚才提到的二妈, 她是马祖林末娘嘛, 她跟道理派的那个三奶夫人里面的二奶夫人, 就是林末娘, 实际上他就是查一个字, 就是林末娘vs林末娘, 所以民间其实有很多混淆的例子, 就是以林末娘取代了林末娘的例子会比较多, 实际上也是因为林末娘马祖的这个神格, 比较受到大家所谓熟知, 所以他其实被取代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意外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们除了因为比较容易混淆以外呢, 也是因为, 因为是移民嘛, 所以林末娘的神格, 更符合普莱春对神明的期盼, 所以他有一个流动的过程, 然后逐渐把它合到一起, 那么我认为水月宫的妈祖转变为三奶夫人呢, 他有两个因素, 就是历史因素和环境因素, 那么首先呢, 古莱春刚才提到说他是盛产金矿, 所以他才吸引到华人到那边掏金, 那么沿海移民南洋人, 他们下南洋的时候, 在船上经历了一些就是飘荡的风险, 所以他们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海参, 就是需要马祖的保佑, 而且大部分出海的华人, 他们其实都会携带马祖的香火, 然后就为了保佑他们, 就是在十几天或者在整个月的那个下南洋的那个航行的过程中呢, 能够平安的抵达, 那么平安抵达以后呢, 携带的精神, 其实他们就是会在他们定居的地方被供奉起来, 那么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以后呢, 又因为环境非常的险恶, 布莱春早期就是, 就是猛兽非常多,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内陆的地方, 所以这些环境又影响他们的那个有生命的安危, 所以他们这时候呢, 已经不太需要就是马祖的那个护海的神了, 他们需要的是斩妖除魔的三奶夫人, 就是灵水夫人陈静谷, 以斩妖除魔铸成嘛, 所以这时候呢, 马祖和三奶夫人, 他们的神格有一种融合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是环境因素, 既然当最早开步的地方, 其实不是普莱春, 它其实就是有根据有记载以来, 它其实是哥达巴鲁, 而且当地是以闽南人居多, 而且又聚集于当地的唐人伯为主, 那么当地最早的庙宇呢, 其实我们所熟知的有两间, 就是郑姓公还有圣春公, 那么郑姓公又以二妈庙为著称, 就是他的别名就是二妈庙, 那么圣春公呢, 他的别名是大妈庙, 那么随着当地人口就是闽南人, 他们的人口就多了以后, 他就会往外发展嘛, 那么再往下呢, 又有那个隆登村, 有一个天母公, 叫做Bio Teng Dong, 应该是这样念啦, 我不太清楚, 但是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其实他的名字叫天母公, 另外呢, 还有一间在巴西马县的, 一间小村落, 一个小村落里面, 还有一间二妈祖庙, 在勒马村十三杭村里面的佩士生, 还有一个三妈祖, 所以从这些, 我们看到的这些马祖神庙, 就是马祖庙在东海岸, 尤其是吉兰丹, 他们有大妈二妈三妈的这种特色, 在当地是非常的普遍的, 所以呢, 我认为, 普莱村的三位马祖和三奶夫人的措置和, 在历史和, 在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他们的整合, 然后他们的措置, 是很自然的一个发生的, 他并不是说, 突然有一间, 他可能一开始是马祖, 他到今天就是马祖, 他如果是三奶夫人, 他一直到是三奶夫人, 他其实有一个转变, 然后整合, 然后在融合的过程, 所以他其实现在, 他是三奶夫人, 然后又加马祖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组合, 那么虽然同是马祖的神歌, 但是水月宫的大妈陈静谷, 实际上是最受到村民的那个重信的, 因为普莱村, 我们刚才提到说, 他地鼠偏僻嘛, 早年又要通往此地, 又只能靠走山路啊, 走那个非常危险的船运, 而且再加上当地, 非常缺少那个医疗, 医疗的设备, 所以难产病死, 或者是说需要医疗, 这种几率呢, 就是比较难, 那么大妈陈静谷呢, 他的这种除病的功能, 就成为村里比较能够, 最需要和最信赖的神明, 而且他的法力和地位呢, 实际上, 从他的仪式的过程中呢, 他的法力和地位, 是高于另外两位夫人的, 就是二玛林末娘和三玛林姓夫人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从庙里面所藏的文献, 再来推论, 那么首先, 我们看到左边的第一个图片嘛, 就是在观音弹的时候, 他们有出游, 就是烙尽, 那么马娘的软教, 就是马娘就是妈祖啦, 他们的软教背面呢, 背上呢, 其实就刻有天上圣母, 那么就是妈祖啦, 那么中间呢, 第二个是水月宫的符咒, 他的符咒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观音和天上圣母, 观音佛母和天上圣母是并列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 同样重要的一个地位, 就是说, 可能早期的时候, 并没有祖师和佩师这样子, 他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神明, 那么第三, 我们再看这个三奶夫人, 里面的三妈, 就是李姓夫人, 他的神坎上面, 上面呢, 就有天后宫, 那非常小的这个图片, 他的左边有天后, 右边有圣母, 不知道你们看到吗, 就是我看, 就在这边, 这边和这边, 就是带刀的旁边, 他就有刻那个天后和圣母, 那从这三个文物里面, 就一再说明, 观音和马祖, 其实一直是那个水月宫并仲, 就是祖师的神明, 那么我们再从水月宫的一部珍贵的文献, 钦池抄本, 就是钦池文献抄本来看了, 据当地的村民说, 这一部文献呢, 的抄写者是钦末, 一个叫龙飞的书生, 他负责抄写的, 就这一本他, 他们以前还有, 他一直说你以前还有, 但是因为经过战乱, 然后经过一些, 人口的流动啊, 就有遗失, 所以他们其实这一个版本呢, 就是钦末的时候龙飞来抄的, 那这一部文献呢, 其实是水月宫, 济世科医的核心文献, 也是记载水月宫创建以来哦, 庙宇济世活动和整个化妄生地区, 华人性养权的珍贵的历史文献,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 所谓的钦池是什么呢? 根据我找到的资料, 就是说在道教的那个教义中, 他们有一个过程就是上张天庭, 那他们是上张天庭的时候, 他们需要有一个书文, 然后来念那个书文, 然后让那个天庭知道说, 你们想要祈求什么, 然后再把这个书文给焚烧了, 然后才能达到天庭的这个功能, 那么水月宫的这本青池文献呢, 一共就收录了30篇的青池, 那这30篇的青池呢, 其中涵盖注文, 书文, 表文, 绑文, 咒文等, 那里面呢, 有两篇的表注文, 就是第27篇, 娘娘淡, 咒状东海龙王, 和第28篇, 寇许马娘淡注文, 那么两篇的这个表注文呢, 其实都是在马娘淡辰的时候, 所成的表文, 那么都是以马祖为主的, 就是在整部青池文献里面, 除了观音的书文和表注文, 比较多以外呢, 其实接下来就是, 马祖就是马娘的这个注文, 主要是以两部, 这两篇为主了, 那么, 在水月宫的这个表注文, 它在关于在仪式里面, 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呢, 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仪式的视频, 可能你们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如果没有的话, 我再re-share, 好我们从这个视频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观音弹里面的核心仪式的, 就是他们称这个仪式叫做兰教饼园, 就是说呢, 观音它会从水月宫里面出来, 然后到附近的一个操场里面, 然后就停下, 然后信众就开始进行这个仪式, 然后这个图片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有两位, 这个老先生和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 那这两位呢, 其实就是仪式的领导者, 就是叫做李仙, 那整个仪式的过程呢, 他们念的, 手上念的那个和上层的这个就是注文了, 那他们需要用客家化, 然后把整篇的表文或注文呢, 念送念, 用刻画送念, 送念了以后呢, 再由那个指示者, 就是说协助整个仪式过程的一位先生, 他在把这个注文分烧, 然后达到上传天丁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来看刚才我提到的第27篇的娘娘蛋, 壮咒东海龙王哦, 那为什么娘娘蛋要壮咒东海龙王呢, 娘娘蛋其实他是在3月23的嘛, 那么娘, 他们因为在这个通过他们在之前, 他们就受到了一些苦难了, 一些灾难, 所以在娘娘蛋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 希望通过马祖, 由马祖来向四海龙王还有玉帝来申诉他们的苦难, 那么他们其实一共经历了三次的劫难, 第一次呢, 是在1948年, 他们受到紧急状态的人祸, 那这次是人为的嘛, 所以我称为人祸, 那1948年年末的时候呢, 鸡蛋丹河水暴涨, 他们当地人主要是以务农为主, 刚才我提到他们是中道嘛, 遭遇了洪灾, 所以他们其实当时也是差不多就是要断米断粮了啦, 那么在隔几个月之后呢, 起初1948年是洪灾, 那么1949年天气呢, 刚才就是河水暴涨了以后呢, 他们又迎来干旱哦, 所以米粮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丰收, 就是一直都是处于没有米, 没有收粮的那个, 没有粮收的那个状况, 他们可以说是苦难重重, 农民又损失惨重,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经历了人祸, 然后水灾干旱, 可谓民不聊生了, 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 特别在马祖关一旦, 马祖旦城的祭典上的祈求四海龙王能够保佑他们, 一年四季就是风调雨顺, 拿名声安泰这样子, 那第二十八篇说的是什么呢, 第二十八篇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表文, 就是在娘娘蛋的时候, 要上成的, 就是要奉化, 就是要上成的一个表注文这样子, 但是我们从这个表文里面, 它里面有一句就是天后圣母娘娘宝丹, 然后刚烈柔毛身体, 那么从这两句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古来春呢, 它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观音丹, 它其实也有马祖丹, 而且它马祖的丹臣祭典的隆重呢, 其实并不亚于现在祖世的观音佛母丹臣哦, 那么从整部的青池文献里面呢, 所记载关于山乃夫人的, 其实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山乃夫人这四个字, 一直以来关于他们所谓的马娘, 其实就只有马娘, 马祖, 就是天上圣母, 就是马祖来代替山乃夫人的, 所以由此证明, 山乃夫人至少, 它是在1949年以后, 它才出现在布莱春水月宫里面的, 那么我们又在从水月宫, 就是布莱春每一年最重要的仪式哦, 就是观音宝丹的烙尽仪式中, 那么我们从图片里面看到呢, 观音宝丹其实最重要的是观音嘛, 因为它就是需要出去, 它需要烙尽, 然后它需要就是让村民就是懒叫丙约, 然后要秉承他们的愿望祈愿这样子, 但是在整个仪式的过程中呢, 其实除了祖式神明官以外呢, 山乃夫人的职责,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的, 从我们的图片看到, 就是下面这个, 由男子来抬轿, 然后半下跪的这一个图片呢, 他们其实是为什么, 他们是在仪式之前, 他们就要先起轿, 然后先出去, 向那个天庭, 就是禀告天庭说, 水月宫的观音现在要起轿了, 要绕境了, 就是先行绕一周, 然后请天庭批准, 然后得到了批准以后呢, 他又再回到庙里面, 就是跟那个观音说, OK可以了, 然后得到了天庭的批准, 是由三位马娘是负责去询问的, 得到批准了以后呢, 观音才出去, 那么在整个仪式落境过程当中呢, 三位马娘其实是走在前面的, 就是他需要开路, 他需要先去撒净, 确保就是洁净的, 那个落境的路程是洁净的, 那观音才在后面就是随着他们走, 那么在刚才提到的, 南轿丙渊的仪式期间, 仪式结束之后呢, 观音回软以后呢, 三位马娘呢, 他们其实还得继续落境, 就是南轿丙渊的仪式结束后呢, 观音的那个神像, 他是回到那个庙里面的嘛, 但是这三位马娘呢, 他们并没有回到庙里面的, 他们还是有这些男子, 就是抬着这个庙, 就是你可以看到图片上, 有这个他们叫的这个皮卡车嘛, 就是随着这个皮卡车, 但还有很多村民在后面, 就是骑着摩托车, 或者是也有步行的, 那他们就去绕整个普莱村, 那三奶夫人其实是最早出来, 然后又最迟回去, 对于楚越宫的神明。 那么呢, 我们现在来说三个故事好不好, 就是太严肃了, 可能也不太好, 我现在来讲一下, 就是关于民间传说, 当地其实有很多, 非常多, 关于他们怎么样, 去斗法的故事, 那我这边举例三个, 就是, 他们其实的那个民间传说的故事, 都和神明, 帮助村民化险为夷, 还有就是因为因果报应, 的这种故事母体有关, 那么这些神明显灵的故事呢, 说明早期, 早期的那个社会结构了, 他不受到法律, 也不受到政府的保护嘛, 所以他们面对这种不好的事情, 或者邪恶的事情, 他们就只能寄托神明, 寄托神灵, 那么这一些传说, 就是因果报应的这些传说呢, 其实它也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抚慰他们的创伤, 然后也可以安慰他们不安人的那种心理, 而且在不赖水月宫里面, 灵验的传说, 其实最多的并不是,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祖世神观音, 而是三奶夫人, 那么其中又以, 掌妙除魔的大麻为主, 那么三奶夫人呢, 他其实就像不赖村的守护神, 那么村内流传的, 就是他们和妖魔斗法的故事, 我所看到和收集和听到的那些故事版本, 其实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但都是村民在讲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听以前的人讲啊, 我的谁谁谁跟我讲啊, 然后都是村民流传, 就是他们的祖辈流传下来, 他们靠记忆去记, 然后再叙述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但是他其实主体并没有, 并没有, 或者是他的宗旨并没有改变, 那其中呢, 有一个就是关于大麻成静姑的法力, 他低于观音的故事, 也就是神格的故事, 有一个呢, 叫做乃塞, 应该我没有讲错客家音吧, 就是乃塞, 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 就是乃塞的妖怪, 就是寄居在那个普莱庙, 后面的一个高山里面, 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图片, 他后面不是有那个高山吗, 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在那个山里面, 他说那个妖怪的法力非常的高强, 他就企图想要控制那个村庄, 然后那个妖怪, 那个乃塞他就想要挑战成静姑的童生, 就是要出来就是搏斗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乃塞跟那个童生, 一连斗法了三天, 却因为两方的那个实力, 就是法力的部分高下, 就没有办法就是分出一个胜负, 那么最后呢, 马娘还是要请示那个法力比较高的观音童生, 就是马娘下身, 然后有观音的童生来上几桶量子, 然后最后才将那个妖怪给制服, 那么这场搏斗呢, 他们说这场搏斗呢, 造成那个高山的山顶变成光秃秃的, 他还跟我说, 你看现在那个山顶是不是光秃秃的, 没有草木, 这个就是因为那场法事, 那场斗法导致的, 现在都没有办法再长出草来, 但是呢, 据我的观察, 那个高山的山顶光秃有可能是因为非法伐木, 过于场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较, 其他的因素所导致的, 但是在村民他们却有自己的一套的解释, 他们是可以, 就比如说他们可以合理化这个故事, 然后让这个故事更丰富, 更饱满,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 也非常的有名, 基本上如果你去布莱村, 你只要问他们说, 可不可以跟我说那个打棚屋的故事, 他们都会跟你讲, 那么打棚屋的故事呢, 我听到的跟Professor Sharon Carson记录的, 还有一个台湾的人类学家, 他去那边采访, 他所记录的那个故事的内容, 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斗, 泄斗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但是他的故事的那个主体是一样的, 就是布莱人, 布莱人他们不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像中国家, 他可能一个村落一个姓, 他是混姓的嘛, 就有不同的姓氏, 然后混在一起的, 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村落呢, 也是客家人, 也是客家金矿, 就是以开矿为主的客家人, 他们却是一个独单独, 就是同样的姓氏, 就是彭姓, 那么布莱村的村民呢, 他们称自己为华姓, 华姓跟彭姓的客家人呢, 就是势不两立的, 就是斗得不可开交, 那么他们争端的争结是什么呢, 他, 我得到的是说, 他们就是会去挑衅他们村里面的那个女生啦, 就是会占便宜这样子, 但是Professor Sharon, 他得到的那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那个套金的利益分配不均匀, 所以才, 才有邂逗的发生, 然后另外一个人类学家呢, 他得到的原因又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无论如何呢, 他们两方人的那个决斗呢, 都是对方请出自己的那个信仰的神明的那个统神出来对法, 那么布莱村请出的是三乃夫人和观音, 那彭姓那一边, 他们并没有交代说彭姓族人他们的神明是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三乃夫人和观音的那个神格是比对方的高的, 所以他们在这场斗法里面呢, 是布莱人赢了, 那么是通过同声, 就是三乃夫人跟观音通过同声把彭姓赶走了, 那么他们才能够重新取回这个金矿区, 然后当地也开始天下太平并就没有, 从此就再也没有泄斗的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么这边又延伸了两个支点, 第一个呢, 他们说逃难的彭姓人呢, 他们最后逃到彭姓去了, 所以呢, 才有后来有彭姓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这一批人他们去了彭姓, 所以叫了彭姓,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他们里面的那个神明就是大伯公, 他说大伯公其实是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泄斗嘛, 泄斗了以后他们人走了, 但是把神明留下,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大伯公结回不赖村里面, 就继续供奉这样子, 他们就认为说, 或不害神, 就是神还是要有人那个继续供奉, 就非常好心了, 就是把那个神明结回来,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 是一个历史的大发现的这个, 这个来源, 对他们就是可以, 我觉得传说故事好玩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合理化, 然后把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的丰满, 首先我们不管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但是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非常的生动, 然后也可以理解说他们就是把当地的环境啊, 什么的都融合到里面就非常的有趣,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发生在1930年代, 关于就是惩罚恶人, 就是神明他就是要, 就是鼓吹的其实就是要做好事, 做好话嘛, 所以在他讲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就是也是关于神明, 然后要惩罚这个因果报应的这种, 这种宗教的这种传播的信息啦, 那么在1930年代呢, 当时水月宫的庙的理事会呢,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农田, 就是有自己的田地, 他们当时就把这些田地呢, 分租给当地种到的农民, 那么农民只需要每个月呢, 付田租,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土地上里面种到, 然后有收成, 这样子也帮助农民, 然后他们自己庙里面又有一些收入, 那这些收入又可以作为庙里面的开销, 那他们说其中有一位村民, 他们他就企图要非法霸占其中一块, 就是租借给他的土地, 偷偷将那个土地的拥有权, 就转到自己的名下, 然后村民得知了以后呢, 就劝他就是不要这样子啦, 就是要把那个权利还给原本的那个, 那个村的庙, 但是他就拒绝啊, 他就不要, 然后那个庙的理事会呢, 就最后就是劝告不成就只好提告啊, 所以在法庭审讯的前一页, 那个坏人, 就是故事里面的坏人, 他的屋子里面就想起, 就是很大声的连贯的锣鼓声, 就非常大声, 就是整个村人都听到就吓坏了, 那么在第二天停讯的时候呢, 当然坏人就是故事的结局, 一定是坏人就败诉, 那败诉, 不只败诉啊, 他还遭到神前, 变成一个痴呆的老人, 就是在转述这个故事的那个, 我的那个转述人, 他就说, 这肯定就是观音, 或者是他们的骂咒, 就看不下去了啦, 就是他就是因果报应, 他就是会遭到恶人中僵, 他有一定的处罚, 即便你可能没现在好好的, 但是你以后一定迟早, 有一天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会到这样子, 好, 我们所谈的女性神明和女性, 他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对立面, 就是圣洁融会, 女性和信仰的关系, 他其实一直都是矛盾的, 那一方面呢, 女性被奉为, 就是女性神, 他被奉为圣洁的那个女神, 但是呢, 当地的女性, 他又长期被排斥在信仰组织的权力之外, 就是说, 他的核心组织一直都没有女性参与的, 他可以有父职, 但是就是比如说他没有父女会, 但是他并不是那个主要的, 比如说儒主他就一定是男性啊, 他就肯定就不是女性的, 那么准备的这些仪式上层啊, 或者上层要念这个书文什么的, 他一定是男性就不会是女性, 而且在信仰仪式中呢, 还有很多的种种的经济被认为是被污染的, 而且会是危险的根源, 那我举例就是说, 比如说参加仪式的男性哦, 就是比如说卢主肯定是不行, 但是他们还有庙的理事啊, 还有就是负责煮灾菜, 就是负责厨房的这些男性, 主要的这些工作人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和女性同房, 所以他们其实负责厨房的男性呢, 在整个仪式过程中, 他们是住在庙外面的, 就是在那个外面, 他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留宿, 此外呢, 还有女性不能进入的特定场所, 或者是说不能出席的特定仪式, 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厨房, 厨房是一个他们叫做, 惨了我忘记叫什么名, 反正就是厨房, 就是煮菜菜, 煮饭, 煮菜的一个地方, 那个厨房呢, 是非常的神圣的, 我当时, 因为他们在里面会有一些仪式, 所以我其实想要进去就是记录, 就是拍视频, 然后就记录整个仪式的过程, 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在那边, 其实询问了很多次, 能不能就是进去, 因为我其实不是存在, 就是一个客观, 就是一个研究者这样子去, 他们就是非常的反对, 就是强烈的反对, 无论如何都不能, 当然我也没有非常, 我也没有坚持,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去到别人的地方, 就是要尊重别人, 他们如果说不行, 我就说那我就在外面, 然后可能用别的方法, 或者是请村民帮我录视频, 然后我再去再反复的看这样子, 但是呢, 他们有一场仪式是叫做, 四孤仪式, 就是在仪式的, 整个仪式其实我刚才没有提到, 是长达大概两个星期, 其中他们后来还有一个仪式, 叫刺骨仪式, 那个这个刺骨仪式呢, 基本上女性也是不能参加的, 后来我询问了以后呢, 有些人跟我说是不能参加, 那有些人是跟我说, 他们就是女性的, 女性同胞跟我说, 他们是不要去的, 因为很危险, 那个仪式很危险, 分分钟去了, 可能就回不来还是什么, 就是不想要去, 不要去那个仪式, 但是我问的那个庙里面的理事会, 就是我的那个采访人, 他就说女人是不能参加那个仪式的, 但是后来, 我在询问了以后呢, 就说我不会就是太靠近了, 只能就是会远观,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地方, 后来他们还是让我去的, 而且那个仪式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知道那个仪式的话, 可以在上YouTube里面收, 好像也可以收得到, 那么再来呢, 女性的特有的这种温柔的这种气质, 还有对生产的那种生产, 还有保护儿童的这种形象, 对于当地的这种,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 是人类母亲情感的一种释放, 就是他们除了比较, 比较阳刚性的这种男性神明, 其实女性神明, 它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气质, 其实在民间信仰里面, 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而且女性神的存在, 实际上它是弥补了现实中的一些缺憾, 尤其是女性在现实社会, 地位比较低的情况, 就是早期, 她们在信仰的世界里面得到补偿, 刚才我有提到说, 他们其实在庙的组织里面, 他们虽然进不了核心, 可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组织, 叫做妇女组, 而且这个妇女组在1970年代呢, 他们要求那个庙的理事会, 就是说他们在那个观音, 但我们该提到的那个丙渊兰教的仪式, 要有自己专属的一场仪式, 就是专门妇女组去主导的, 那么这个妇女组向观音陈丙祈愿的这个仪式呢, 其实到今天一直都还有, 所以他们来叫丙渊有两场, 一个就是男性主导的,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场, 那另外一场呢, 其实就是专门做妇女组为主导的, 好, 那我时间可能也差不多, 我现在就总结一下, 我今天的这个讲题, 其实它也体现了华人民间, 华人社会民间信仰的一些特性, 就是水月宫的信仰结构, 从我们刚才讲题一直讲, 然后现在它其实受到一个地域的影响, 然后地域和历史因素和环境因素, 它才逐渐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 三奶夫人阿嘎, 马祖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而且东海岸的闽南马祖信仰, 客家人的三奶夫人信仰, 再加上道教文化的影响, 所以它才融合, 然后整合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整个女神信仰的结构, 而水月宫的女神信仰呢, 它其实也是村民的这个精神支柱, 他们就是水月宫的村民, 从我刚才提到的种种的这种磨难, 就是紧急状态啊, 然后又陷入了马来统治者里面的内斗啊, 然后又在二战啊, 就是种种的这些在异乡受到的苦难, 然后他们都披荆斩棘, 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观音啊, 马娘啊,苏婆代这样子的母亲神格和打仗先通神明, 那么他们对女性神明的崇拜, 甚至是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了, 有一位村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他非常的笃心, 他认为他今天能够活得这么安稳, 就是过得平稳的日子, 是因为有马祖心啊, 就是有马祖的保佑, 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吧, 就是还过气给大马娘成禁姑, 那么他本人是姓武谢, 那么他的孩子过气给陈禁姑以后呢, 就改姓了, 就不姓谢了, 姓陈了, 就是这个, 就是笃心的程度是非常的虔诚, 那么古来春的女性, 女性神的那种神异性, 还有对公共危机, 对记忆的解除的那种处理的方式, 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 然后也很重要的, 就如前所述, 女神总是在她们危机的时候呢, 伸出援手, 就存名于苦难, 所以当地出现了许多关于女性神的这种灵验传说, 我们首先先不管这些神迹, 或者这些神灵的这种传说故事是否真实哦,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传说和这些故事, 是当地的这些信仰, 就是它可以传承的至少是两百多年, 然后也保留的非常完整, 就是这些故事起的一个传承的纽带的作用,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就是我讲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我请大家多多的批评和指证, 就是可能还是非常的不足, 也不成熟, 就是可以请大家提出问题, 然后交流, 然后批评这样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雪文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Q&A环节, 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提问, 或者在留言区留言, 老师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要开麦提问的话, 我先回答, 先发那个留言区的留言,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到那个农历, 2月19日光银宝丹的绕境仪式, 就是他问, 请问这是否意味当地, 并没有庆祝三乃夫人的宝丹呢? 我先回答对吗? 没有的, 他们其实是没有庆祝三乃夫人的宝丹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马祖也是没有的, 他们最, 现在唯一在庙里面有庆祝, 有庆典的, 其实就是欢迎丹。 你好, 谢谢老师, 第二个问题是, 你好, 你好, 我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吴云龙, 然后呢, 我是在泰国, 从16年就研究泰国曼谷的这个, 三乃夫人庙, 然后呢, 现在也写了一本书, 然后我是想和你交流几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我记错时间了, 对不起, 我记得时间有时差, 然后所以我是刚刚才听了半个小时, 前面的我没有听到, 实在对不起, 我想就是能认识一下您, 然后呢, 能最好是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 因为我看您在做这个, 因为我本身是做三乃夫人的, 所以想有一些呢, 你就直接能沟通,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想借着我们这个平台, 问一问在听的老师, 以及在这儿的学者们, 有没有人作有关于马来是否有汉王庙, 因为刚才你讲到这个泄斗问题, 对吗, 大多数的客家人是为了这个水源, 或者是田地这样, 但泰国的这个很特殊, 它的三乃庙在梅南河边, 对面呢, 是汉王庙, 一个是广东客家这个三乃庙的, 然后一个是福建客家, 他们之间有一种商斗, 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大米贸易, 他们有自己的码头, 所以我很想了解, 想做这个比较, 想问一问在那个马来, 是否有汉王, 研究汉王庙的学者, 客家的汉王庙,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我想沿着刚才那个问题, 问那个庆祝三乃夫人宝旦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在泰国做的这个研究, 发现三乃夫人呢, 泰国的三乃庙呢, 它只有三个那个就是, 就是, 也是宝旦活动嘛, 有这个李夫人, 陈夫人和这个, 那个妈头的, 然后呢, 它的时间很特殊, 基本上都是和观音的那个三旦, 观音有三旦嘛, 时间是差不多的, 只有李夫人的不太同, 因为他有一个天地会的历史, 所以呢, 他那个时间是不太一样, 提前了一个月, 然后呢, 我想问就是说, 这位主讲人, 我不知道您贵姓啊, 因为我听了, 没关系, 问一下, 你是否在研究这个仪式之后, 你认为, 他就是这个观音的三个宝旦, 他实际上就是在, 给观音在过这个, 他的那个神诞的, 那个神诞的点一, 这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他是否就是, 没有他本身的这个三乃夫人, 本身的这个神诞仪式, 经典就是过的, 就是三乃夫人的这个, 什么得到日的这些, 这个是我非常想问的, 因为我这边的研究发现, 他好像是, 看上去是在拜这个三乃夫人, 但实际上他的神诞点一仪式, 其实都是在这个针对的, 直接针对的是他的观音的这个宝旦, 然后呢,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厨房这里, 因为我就听到后面这一块, 就是厨房仪式, 您有记录下来吗, 因为泰国这边是可以进, 因为我是男性可以进, 然后呢, 我这边发现他的结构, 更像是一些华人的这个, 就是华人的这个, 葬礼的这个结构,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风水上讲, 说华人,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厨房嘛, 这个风水上讲厨房, 是代表一个坟场, 代表一个刀的一个像, 所以他是否是应对了这种风水来展开的仪式,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OK, 好了, 大概就是这四点, 谢谢, 谢谢你, 幸好你有把问题打在那个chatbox, 不知道, 我可能没有办法, 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的, 我们可能身下可以通过白老师, 可能等一下我们再交流一下,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汉王庙, 我对汉王庙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 因为我, 他们那边是没有汉王庙, 没有汉王, 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关注过汉王庙这个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相信线上的一些朋友, 可能是会比较清楚的, 所以线上的朋友, maybe可以回答一下, 那么第三个就是山乃夫人, 就是关于英宝, 但其实我不太认同, 因为我从他们的文献,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地域上的问题, 而且他经过一些历史的变革, 所以每一个地方就是实力不通俗不同风嘛, 所以他是有特定的一个历史过程,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马来西亚的东海岸, 那么他在经过了长时间, 比如说两三百年, 那么他后来就是融合了, 把马祖信仰, 然后融合到这个关于信仰里面, 因为他们其实有一本文献本, 那文献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青池文献, 他里面关于观音信仰, 就是观音宝旦的那个书文表文, 实际上是占的比例很高的, 那么关于三乃夫人的那个是没有的, 所以他三乃夫人我的推断, 他是首先是马祖信仰, 但他后来至少是1950年代以后, 他才融合了这个三乃夫人进去, 但是三乃夫人呢, 他又其实他在客家祖籍那边, 是非常的流行的, 又没有回去那个梅县那边, 那也看了他们的一些, 就是当地的一些三乃夫人的一些信仰, 所以他其实把他两者融合在一起, 但是跟你在那个泰国看到的, 就是他, 他是为, 他实际上是为了三乃夫人, 那么那又他又, 这个名誉做成那个观音, 但应该我觉得那个情形可能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么关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仪式, 我没有非常的, 因为我是非常非常的远观, 那么我有录下来那个视频, 那么从他们的视频, 因为他那个仪式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他只是进去的那个地方, 他们要, 里面有个神嘛叫建栽业, 那那个地方为什么我说他很重要呢, 是因为整个观音弹的过程中呢, 他们的就是祭品, 就是煮的所有的素食灾食, 还有村民就是主要的那些祭司人物, 主要的就是这些人, 就是参与到仪式里面的人, 都是在那边解决三餐的, 当然就是素食, 所以他为了要供奉神明的这些食物, 由里面出来的嘛, 所以他要非常的圣洁, 所以他不能够有一丁点的污染, 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个地方, 就是仅次于那个祖堂里面, 那厨房就是最重要的了, 在我的观察里面, 他里面的那个仪式结构是简单的, 所以他其实跟华人的那个葬礼习俗结构, 应该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对葬礼的结构又不太的清楚, 所以我的回答可能不是很对的, 就是是很主观的答案, 所以可能还是要再重新再看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好, 那继续念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呢, 是动法故事有时间顺序吗? 这些动法的时间点, 每个人的传输, 这是叙事学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些说几百年前, 有些说一百年前, 有些说很久以前,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在做历史学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些传说故事, 或者是民间传说, 或者是说更准确的说口述历史, 他其实不太能够作为主要去推论和主要的材料, 他只能作为一个附属的材料, 所以我在整理这些传说故事的时候, 我其实有尝试说把它置入在一个什么的年代啊, 或者是怎样,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但是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打棚屋, 那打棚屋呢, 他至少他提供了一个情况是在开矿的时候, 但是在掏金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这又没有办法回答了, 那至少是在1790年代到1900年代吧, 就在这110年里面, 或者是在这20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 确实的年代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他的顺序也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调整, 因为他很多的时候就, 啊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以前的人跟我讲, 或者是谁谁跟我讲, 所以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就算他跟你讲了一个日期,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考证这样子, 好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老师可以描述一下, 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个有趣的仪式吗? 你是说刺孤仪式吗? 应该是吧, 是吧, 我提到的是那个刺孤的仪式吧, 就是他们, OK, 这个水月, 我就稍微简短的讲一下, 就是在那个观音弹里面, 他们其实有两个仪式, 我认为是, 他们有很多的仪式, 但是我认为,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三场仪式, 第一个就是那个, 刚才我说的南郊饼约嘛, 就是正日的那一天,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刺孤仪式,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祭天地仪式,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仪式叫做烧白嘛, 就是他们是层层递进, 然后有一定的时间点, 然后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我刚才提到那个有趣的仪式, 就是刺孤仪式, 他们其实除了进神以外, 他们在观音弹也祭祖先, 所谓的祖先其实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拜自己同性的祖先, 而是说拜当地的这些华人先民, 他们会到一个空旷的广场, 然后呢摆了三面, 就除了东方以外呢, 其他西方南方北方, 然后在灾界, 他们有一个灾界和开灾, 在灾界的时候呢, 就供素食, 在开灾以后呢, 他们再办了一场就是供婚食, 那在这整场仪式里面呢, 那个李仙会带领这些庙里面的李仕, 还有祖主和妇虏主, 然后去那边祭拜这些仙贤, 那他们以前祭拜的祭品还包括鸦片,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槟榔, 就绝槟榔这种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凤凤的祭品, 那他整个造念的那个送念的那个祭文, 非常的接地气, 我现在没有办法转述,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的书,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要看那个仪式的话, 其实你在YouTube里面, 你在打的话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 他们每一年都有, 有专人去拍照, 然后有专人把那个video记录下来, 然后有现在可能还会放到YouTube上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及时地把那个video找出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再share给这位线上的朋友, 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想的是这个仪式, 对,讲对了, 赶快去支持我们廖小文老师的书, 我这边马上把它打在我们的留言室那边, 那个是我们新纪元网络书店, 然后这一本书是由新纪元和文保基金那边一起共同出版的,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书, 然后大家可以去选购, 谢谢, 我补充一下而已, 还不好意思呢, 本老师这样子, 哈笑一下, 好, 我念下一个问题, 请问布莱春里的客家文化有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吗, 在哪一方面, 包括鸡蛋文化, 若二妈与三妈是季同所带来的, 而且是1976年才引进, 这会不会与客家元巷的信仰文化有没有关系呢, 我是说我刚才提到的是说1970年代以前, 他们1970年代以前是有鸡童的, 最后一个鸡童是1976年, 他去世了以后就没有了, 那他们在选鸡童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神, 就是靠神来选取, 所以那个, 万一他没有去选一个神明, 或者是说那个马娘, 他没有去选一个人来代替做同生, 他们后来就一直都没有,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最后一个同生是在1976年, 所以他们是, 他提到, 我文中提到的这些同生, 其实是在1976年以前, 那么在1976年的以前, 多以前呢, 那就无从考据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提供我一个非常缺实的一个日期,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 其实我是说, 他们的这个马祖神明可能是受到东海岸这种马祖信仰文化, 大妈二妈三妈的信仰, 所以其实大妈二妈三妈这种马祖信仰文化, 可能是东海岸信仰圈, 华人信仰圈的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受到闽南文化影响, 而是受到东海岸信仰文化的这种氛围, 然后他才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 跟可能跟别的地方的客家人,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看别的地方的客家人, 那么他其实和客家原乡的信仰没有关系, 其实应该不是吧, 就是他应该一开始是原乡的信仰,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影响, 然后整合, 然后转换, 然后才形成, 他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慢慢的, 可能又有一些什么刺激的事件出现, 然后又才又形成这样子, 不晓得我这样讲, 有回答到问题吗, 还是可以再交流一下, 我们欢迎开卖交流, 就是有任何的疑问, 有时讲出来会比较, 有完整的表达到, 比较精彩的, 老师好, 嗨, 你好, 我是邱行威, 我知道你, 来自台湾, 我知道你, 你好, 各位老师, 各位新闻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台大对面的Gobi店, 里面喝得打勒, 太爽了, 很期待今天晚上, 假装我在马来西亚, 一直很期待今天的讲座, 因为我跟老师大概是, 前后脚进步来, 好像是4月吧, 9月去, 然后我也很常回去, 所以看老师的作品, 其实很开心, 特别是历史材料的部分, 整理的非常清楚, 那有些部分, 我是想要进一步的回馈, 还有交流, 首先是厨房的部分, 我应该可以讲一些, 因为刚好我是男生, 我有在里面, 看到一些情况, 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进去, 是, 就如同老师所说的, 仪式本身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长达十多天的主食, 都是在马萨房里面, 他们讲马萨房里面去煮, 那所以呢, 这中间是,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以有意外, 包括说, 不可以跟妻子有性行为, 不是说, 不可以做败坏道德的事情, 所以就是厨房中间有任何的事情, 那他们就会讲很多的案例, 说那什么做不好, 就会火灾, 它会烧起来, 什么的, 就会讲这种事, 那这个一点呢, 我其实很认同老师所讲的, 那厨房其实就是整个庙宇仪式里面的, 第二个神圣中心, 就是如果说前端的, 仪式都没有问题, 可是一直没有那个, 那个神靠, 就是没办法让马萨回去, 可能是厨房出了问题, 所以其实是, 第二个神圣中心, 那来源就是说, 过去布袋其实是很分散的, 大家必须要搬下来, 随便宫附近住, 等于说共同主持, 在人类学的讨论里面, 吃共同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透过共同吃这件事情表达, 我们是一个社群, 所以的确除了共同祭拜之外, 共同吃这件事情就是厨房这件事, 它成为一个神圣中心, 然后再来是刚才那个老师也提到, 很多关于女性的事情, 我觉得这点蛮有意思, 因为就我所知其实整个布袋妇女地位的提示是有提升的, 那我觉得是源自了这个经济地位的提升, 就是说因为割交的关系, 女士妇女是可以自己去单独作业的, 那再来就是榴莲哦, 猫山王像那个钟玉宏他也当过鲁竹, 还有现在布袋的村长其实是女性, 所以我就觉得这长期上来看的话, 其实布袋的妇女地位是有提升的, 他们还有一个美化组, 就是整理整个环境, 也把水月工变成一个景点, 主导的都是女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地位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也是呼吁老师的看法, 就是女生有自己的主体性跟男动性, 好,大家还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听得清楚, 听到,听到,听到, 好,OK,OK,好, 然后最后面我想要谈的是历史意识的问题, 这部分是我最想跟老师交流的, 因为史料的部分一直是我很苦手的, 我很棘手, 没办法处理得很好, 柯老师整理得很清楚, 那我这边所看到的比较是一些历史意识的东西, 包括他们在那个事故的仪式里面, 其实会把过世的老村长找回来, 包括他们在登加楼那边, 其实他们的仪式, 虽然说是基本上按照在这个布袋村, 就是布袋在1960年代的时候, 因为是马公戒严村的关系, 有一部分的, 超过一半的人在搬去登加楼在机场附近, 那他们那边也有个水月工, 有个仪式, 他们会拜七盏油灯, 就是把过去的七个老同生都找回来, 所以这里其实蛮有意思, 我觉得历史意思是可以讨, 就是说每一个神, 在那边对我而言, 它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时期, 包括整个布袋水月宫的庙宇里面, 还有关公, 关公在最旁边, 最不行的角度是黑黑的, 据说都是旁边他们的神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部分我期待之后, 再跟老师有更多的交流, 关于历史意思的部分来讲, 就是说整个物赖的历史, 我这样子去听下来, 其实背后是有一层一层的历史浮流的, 那个浮流其实是私会党的系统, 就是他们的整个仪式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鸿门的暗语, 包括金花, 包括鸿门棍, 包括他们的土地, 他们本来是有各自的声明会, 马永飞这些, 后来才整合在水月公民下, 所以针对这个历史的浮流, 还有历史的意思, 我觉得这是未来很期待, 跟老师可以在有所交流的地方, 还有最后一点是, 刚刚讲豆房, 其实布袋还有很多的私人神坛, 他们是太极空中老祖师系统, 就是布袋最后一场豆房, 应该就是邱子蓬带来的, 就是最后就是跟1972的红森, 最后一场豆房的人, 他们现在在泰国狗肉那个地方, 那这也蛮很有意思, 一个小村庄有五六个以上的私人神坛, 这也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未来也值得再继续谈下去, 以上就是很仓促的分享, 谢谢老师, 期待更多的交流, 谢谢。 谢谢邱老师, 今天就是突然, 那很光临, 我没有想到在这边, 就是跟你真的见面, 就是线上见面, 对, 我刚才提到那个, 那个打棚屋里面, 其中一个, 我觉得最精彩的记载, 其实就是邱老师的记录, 我看了你的那篇文章, 那个打棚屋的记载, 真的是, 他们跟我的转述, 跟你的转述, 和跟科学论的转述, 其实是不尽相同, 但是你的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饱满, 那刚才你有提到的, 感谢你非常好, 帮我补充了很多, 关于, 我非常遗憾, 因为其实我不是历史出身, 所以我处理的可能也不是很好,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后来我为什么,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 我的那个历史的部分, 真的, 我自己也后来在修改, 修改书稿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要重新再探讨, 重新再处理, 后来因为也经过十年, 然后在整理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 那我也很遗憾, 我没有办法, 邱老师应该有去过那个, 他们的丁加努那一边的水月宫吧, 我其实没有去过, 所以我不太懂, 他们的仪式的整个过程, 和吉兰丹布赖村的水月宫的过程,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他们在仪式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会请那个分箱, 就是丁加努那一边的人过来, 然后一起有一个仪式, 就是参加他们的这个仪式这样子, 但是对于他们那一边的情况, 我就不太清楚, 所以感谢你的补充之后, 可以再交流交流, 那关于那个历史的部分呢, 我在, 我其实没有看过很多场的宗教仪式, 但是我在布赖村参加了他们两周的这个仪式以后呢, 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我觉得跟别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主要第一是实现, 实现非常的长, 然后他们讲的是观音, 那他其实整个过程就, 观音弹可能是一个牵头, 那他后面一系列的这种仪式, 刚才我提到的赤孤啊, 然后祭天地啊, 烧白马这种, 他其实是一连串的, 整个过程他其实就像老师讲的, 他们其实非常的对祖辈, 非常的敬畏, 就是他们在别的仪式里面, 我不太会看到说有赤孤, 特别是新马一代啦, 就没有赤孤这样子的, 可能有, 只是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仪式是非常有人文关怀的, 就是除了缅怀仙仙以外呢, 也展示给后代觉得就是需要, 饮水湿源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关于那个刚才老师有提到那个私会党的问题,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 他们不太愿意跟我提到这个问题, 我其实呢, 我有问, 就是他们跟我讲说, 其中我的那个采访人, 他有跟我讲说我们这就是鸿门天地会, 然后我继续想要再探求, 或者是再从侧面旁敲, 让他跟我讲更多的时候, 他就说啊这个不要记录啦, 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啦, 这种东西就你就不要写在里面, 就是不好啊, 等一下政府会来就是抓我们啊,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已经平安了, 你就不要再搞我们这样子, 所以后来他们其实没有跟我提到的太多, 然后我本身对鸿门的研究也没有很深入, 所以我其实在看他们所谓的SIMBO, 这种鸿门或者是私会党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看不太出来,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邱老师可能继续努力, 好吧, 让我们再看一下有新, 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可能可以再写一篇就是文章, 然后让我们就是大家知道一下, 关于古赖村这个鸿门, 尤其是私会党的这一方面, 好, 好的, 那我继续念下一个问题了, 因为有人去采金矿, 所以建立水月工, 可以说采金矿是什么年代吗, 现在没有金矿了吗, 据有文献的记载以来, 他至少是1790年代, 就是谢清高里面的记载, 就是至少那个时候, 已经确定布莱春是采金矿, 而文明的, 就是当时已经有金矿了, 那么他具体到什么年代呢, 我只能够说他大概在1910年代里面, 之前就是1790年代到1910年代, 他还是一个金矿业, 比较发达的年代, 但是一直到1910年代以后呢, 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转向重道, 还有转向别的产业了, 这个是早期的, 但是他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就是外国的公司吧, 就是想要投资那个地方, 就是要开采当地的金矿, 他们的探测是觉得当地还有金矿的存在, 所以其实在古莱春, 他们还有一个劫难, 其实就是在1980年代, 那么当时这些海外的这些金矿公司呢, 为了要探测金矿, 所以就把他们当地的这些稻米, 就是这些农田, 刚才我提到说这些土地本来是分租给他们种到的嘛, 可是就因为他们要探金矿啊, 所以就把他们土地的结构就毁了, 就是已经就是变成一个一个的水坑, 水窟窿, 所以不能再种到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才又转向别的, 可能之前已经有种塑胶, 但是经过了那个碳矿的过程以后呢, 他们就全面不再种到, 而是改为种油棕啊, 种橡胶啊, 或者是种果树为主, 好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华人去化妄身采金矿, 华人是从国大八路进来的吗? OK, 这个有两个说法, 崔桂强老师呢, 他认为应该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崔桂强老师说的, 他是从, 他认为应该是跟那个彭亨有关系, 就是, 就是因为彭亨刚才我有提到, 就是布莱春, 他的地理位置跟彭亨非常靠近, 那么他整个环境呢, 其实就是形成一个淘金的那个, 中区嘛, 所以他认为, 当地人应该是从彭亨过去的, 但是呢, 早期的记载, 或者是说,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认为, 因为, 呃, 高达巴鲁他一开始最早, 其实东海岸, 呃, 可以说吉兰大呢, 最早的华人移民, 他们的最早的落脚处, 其实是在高达巴鲁, 那么高达巴鲁他下来, 下来, 古来春呢, 他其实有河流, 是可以一直沿到里面去的, 所以, 他为什么从高达巴鲁来到这边呢? 我的那个, 那个采访人他是说, 呃, 这些人当地的一些土族, 就是他们在当地掏了一些金沙, 然后到高达巴鲁去卖给当, 卖给那一边的人, 就是做买卖, 然后当地的人才问他们说,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金沙, 然后就随着这一些当地的土族, 然后随着他们, 把他们引到古来春里面去, 所以才有从, 华人移民才有办法从高达巴鲁来到古来春, 所以他其实有两个路线, 我觉得其实他没有, 没有固定的吧, 他可能一开始, 如果你说源头的话, 我可能比较倾向崔老师说的, 就是从那个劳务, 就是从彭亨那一边最开始过去, 但你有开采, 你就有买卖, 所以他最后是两个渠道来, 都有可能的, 那至于下一个问题, 他是说, 当初如何吸引你男人和客家人, 去画旺盛采矿, 谁是领头人,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溯源了, 因为这个真的太久远, 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 他可能一开始去采矿的, 其实不是闽南人, 而是客家人, 这个我可以回答, 但是谁是领头人, 已经无从可靠,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水月公说, 请来的大将军是一位神旨, 请问功能是什么, 谢谢, 这位大将军的这位神明, 他其实就刚才邱老师提到的, 跟他们那个鸿门和那个私会党, 应该是有一些联系的, 因为他放大将军, 或者是请大将军的这个神明, 他的那些物品, 他是另外收在一个地方, 那我的解释呢, 他其实是一个义民神明, 就是在台湾, 他们有一种神是叫义民, 就是他是为了去帮助, 帮助这个村民, 然后去打仗, 所以他们当地其实有, 有他专属的武器, 就是有炮火, 就是他们有持有几种, 我忘了, 反正他们就有那种小炮弹, 那这个小炮弹应该是在, 可能是在他们卷入那个马来政治的时候, 又或者是在后来紧急状态的时候, 留下的那个炮弹, 但是他们就把这个炮弹当作是大将军的这个武器, 然后每一年的观音弹的时候呢, 把大将军请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炮弹, 然后作为他的武器, 然后作为守护这个神明, 那在整个观音弹的时候呢, 他们有请一个大将军, 就是当地村民里面, 一个最威武, 最魁武的一位男子, 那么他领在前面, 那他手持大将军的武器, 然后前面就写着大将军, 然后他要板一个红色的那个布, 就说他要在前面开路, 他就是作为一个保护村民, 然后保护观音出游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这样子,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善来夫人在观音弹, 绕进仪式时, 会去亚拉河洗浊, 是代表什么意义呢? 他们这个, 我其实有问过他们,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其实也讲不太出来说, 为什么要去洗澡, 因为,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一些, 神明的仪式里面, 其实没有这种, 他们叫冲凉, 就是要去河里面冲凉, 那为什么要去冲凉呢? 他们也回答, 他们也没有实际上, 就是, 给出一个非常地准确的答案, 就是在我问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说, 因为天气很热啊, 你出游了以后, 就是可以, 既然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就去冲凉嘛, 就去玩一下, 就是说神明也需要, 需要去解暑啊, 这样子, 但他其实应该背后还有一个, 一个意义的, 就是说信仰里面, 他的, 他的Symphoric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你绕境了, 你需要去洗, 以你的那个污秽, 你要把你那个东西洗掉, 他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深层的一个意义, 只是说, 现在已经,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你, 只是说, 我只能说他作为整个仪式里面, 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非常的有特色, 有他们当地的客家信仰的色彩, 好的, 谢谢老师, 请问,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这间, 雾来水月宫和马来西亚半岛其他水月宫, 在供奉的神明有什么不同呢? 水月宫他肯定供奉的就是观音, 如果我,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欢迎现场的朋友指证, 但据我所知, 水月宫他的主事神明就一定是观音, 而且水月宫他应该就是广府人, 就是广府人的观音庙他才会叫水月宫, 应该可能是这样子吧, 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他和其他马来半岛其他的水月宫神明有什么不同?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多的去考察马来半岛里面其他的水月宫, 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线索, 就是在沙劳月有一个地方, 他也是叫水月宫, 他们的一个信仰, 一个观音弹的仪式也非常的有特色, 我其实本来有计划要去那边做考察的, 但是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 然后种种的原因, 在出版以前都没有办法去到那边, 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做对比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可以归纳的一个怎么说, 可以归纳成一个特色还是怎么样吧, 就是水月宫他的, 对对对, 他有一个定律还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需要在从量化的那个角度去做考察的话, 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因为我的感受就是马来半岛特别是像, 霹雳啊那些地方, 蛮常看到水月宫的, 而且水月宫都是当地很老的庙, 都是老老的, 所以就让我感觉到水月宫就是那个地方开发, 然后很老的, 然后就是拜观音的, 而且应该就是广东地区的人, 而且他跟矿应该都有关系, 对对对, 所以才想说, 放言群和业员都有关系, 对所以才想说你讲的那一个, 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有, 然后他们应该会有一些规律的, 如果把业员啊, 然后族群, 然后时间也把它摆上去,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对他应该会有一个历史脉络, 就是颠覆我们过去的想法这样子, 下一位观众是他的, 他叫陈文慧, 他是来自政大宗教研究所硕士生, 想请问老师, 苏婆太崇拜是否仅是当地人的信仰而已? 苏婆太信仰, 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客家人信仰, 而且客家人可能不是所有客家人他都有从事这个信仰, 可能是特定的客家人才有从事的, 那么在我的查到的资料里面呢, 还有两处有拜苏婆太的, 一处是在芙蓉, 芙蓉有一个专门叫苏婆太庙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在, 是在哪里? 我忘了, 反正就是他不是普莱春特有的女神, 他是客家人的女神信仰, 那么在马来西亚他也不是只有普莱春有崇拜, 他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苏婆太庙。 每次进来很多, 林医庙是在芝港。 好好好, 谢谢你的补充, 我可能也不太懂。 下一个问题是, 水月宫仪式的主要质疑者是来自什么宗教系统? 他们没有特定的宗教系统, 他其实就是当地的村民, 就是说当地的村民, 他们没有说我按得一个什么道教, 还是佛教, 还是宗教, 还是什么旅三法派, 没有, 他其实就是一个, 我看前的研究跟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贴切, 叫做武教文化, 就是他们有一套他们怎么样去祭祀, 然后由那个人再传承下去, 刚才我秀大家的一个图片, 就是有一位比较老的先生, 然后他旁边有个比较年轻的先生, 他们是整个仪式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叫做李仙, 其实就是李生啦, 就是引领, 就是领导整个仪式的过程, 他们需要送念那个柱文表文这些, 那他们其实不是什么来自什么信仰, 什么派别的, 他其实就是村民, 他平时就是去务农, 那么到了关一旦的时候呢, 他就采出来, 然后担任李仙这个职务, 然后他们现在也正在培养一个, 年纪比较小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那位比较老的李仙, 据我所知他好像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们会一直的把这一套祭祀的礼仪, 然后传到下一代, 但并不属于任何的宗教系统, 对不起, 我想再问一下, 打扰一下,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他们怎么选出来的, 这两个人怎么选出来的, 他们怎么传承的, 你有了解吗? 他们跟我说的说法是呢, 是比较有读书的, 因为你也知道说, 并不是比较乡下的人, 或者是我们早期马来西亚, 我们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不是这么高, 所以在早期, 他们可以担任李仙, 或者李生这个职务的都是, 你首先你必须要会认知, 你首先你的文化水平要比较高, 所以你文化水平比较高, 然后你对这个职务又有兴趣的话, 他们就会栽培你, 就是上一任的李仙他就会栽培你, 然后你担任了这个位置以后, 实际上你在村里或者是在庙里面, 你的地位相对的也会提高, 你也就是比较重要的角色了, 是这样子的,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什么是烧白马, 它代表什么? 烧白马它是一个, 它早上四五点的那个仪式, 就是非常的早, 我记得当天我已经非常的累, 然后我去参加这个仪式的时候, 我大概三点就要起来, 然后要开半个小时的车到那个村里面, 它其实是最后一场仪式, 也是大家非常开心的一个仪式, 因为仪式结束了嘛, 也开栽了, 那它为什么要烧白马呢? 这个仪式也非常的有趣, 它需要把绑文, 然后把那个, 他们仪式过程中有捐那个捐钱嘛, 就是给那个油钱, 添油钱什么的, 他们就要把那个名单所有的放到那个, 他们村民自己做的一个纸质白马, 就是一笔一字做的白马, 然后放到庙前面, 然后把所有的绑文啊, 所有的名单这些放到白马身上, 然后有个简单的仪式, 就把白马送上天, 就是由白马把这一个所有的文件, 载到天庭给欲网大帝, 告诉他说, OK, 今年我们的观音单是这样, 这样就这样, 然后我们也做完了, 然后这些人, 这些信徒, 他们都有参加这个仪式, 然后保佑他们这一年都安康, 平安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上达天庭的一个作用, 也告诉那个天庭, 今年我们有做观音单, 然后观音单也圆满结束这样子, 谢谢老师, 下一个问题是, 台观音的神价都是男神, 为何不是女神? 台神教的男性, 台神教普遍上一定是男性, 因为在整个民间宗教信仰里面, 我说的是民间宗教, 我对道教跟佛教我不太清楚, 就是男性是为主的, 女性为父, 他肯定是位置, 肯定是不如男性, 但是呢, 在布莱村, 尤其是在吉兰丹, 除了普莱村的水月宫以外, 我记得我看过那个, 我下次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惨了, 他的那本书, 他里面其实有写到在吉兰丹的一间庙, 也是一个老庙, 我现在也记不下叫什么庙, 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仪式, 是全程由女性来台教的, 那女性来台教这个文化, 我觉得在吉兰丹, 吉兰丹好像是比较普遍, 那在水月宫里面呢, 有女生台教的, 那么他们台的教就只有一个, 就一个神明, 就是树婆太,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那个客家信仰的神, 就是树婆太, 那么其他的神明,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神啊, 三奶夫人, 他一定是男生, 那我有问过他们, 为什么那个女生只能台树婆太, 不能台那个三奶夫人, 原因是因为台三奶夫人的, 那个台教者体力要非常好, 因为他是打仗先锋, 所以他是需要一直奔跑, 一直奔跑, 然后就要冲前冲后, 护前护右, 所以女生的体力不太好, 而且也不太适合, 就是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 女生可能只能比较次要, 所以其实你在别的地方, 可能比较难看得到女生台教, 但是你在吉兰丹, 比如说布赖春, 还有另外一间, 我不太清楚是什么, 但是应该可以查得到另外一间在吉兰丹的庙, 他们的那个一个神明祭祀的仪式中, 也是由女生来台教的, 所以这个很多不同的表述, 像之前安老师有给我们的那个妈祖信仰的分享, 也是有讲到, 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妈祖是女生, 所以他不一定是要女生台教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宁建信仰就是各自表述, 然后他也都说得过去, 对对对对对,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绕进时会去亚拉和喜着, 如何肯定是客家文化, 我并没有说他这个喜着是客家文化, 他只能说是当地的一个, 客家信仰的一个特色, 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有没有 可能有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过很多别的地方 做田野考察 他到底是不是客家信仰呢 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 他是古来春客家信仰文化的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说客家人他不一定 需要有这个过程 但是他却是古来春 观音弹仪式中 一定要的一个部分 好的谢谢老师 还有下一个问题是 那祭天地仪式是否只是 假借仪式的 来祭拜天地会历代的领袖 你这样说可能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他用这个祭天地的仪式 来跟这个天地会 我觉得好像也提供了 一个新的那个思考的思路 但是他们祭天地的仪式 跟我所查到的 就是美农地区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 也是客家 因为美农地区 台湾美农地区 也是客家族群为主的地方 可能邱老师可能等一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当地 其实他们有一本书 就因为就是以美农客家当地的 那个祭祀仪式 然后为主的 我参考了他那一本书 他们有一个仪式 跟古来春的祭天地的仪式 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说 这个祭天地的仪式 它可能跟那个天地会有关系 但这个天地会的关系 可能是后来赋予上去的 但是他绝对是客家 信仰中的其中的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仪式来的 他并不是说因为有天地会 所以我才要祭天地 而是他是本来就是 客家信仰里面的 重要的一个仪式 应该这样子可能有解释到 有一个观众他说 西海岸是西矿地区 有更多的庙宇 与大伯公和唐公也有关 好 那由于时间问题 我们会开放就会遇到问题 有一位观众说 不知道是廖老师是否有注意 拜女神为义父的子女 他们后来是否有什么相应的仪式 比如出生后拜成夫人为义父 那么14岁到16岁成年后 有什么仪式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去追问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可以 就是通过量化 或者是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没有 就是我在我的那个 整个跟他们做访谈的时候 我没有太过仔细去探究这个问题 但是在14岁到16岁 有没有什么仪式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 在庙里面可能没有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住家 有没有我就不太确定 因为他们跟我说 他们现在庙里面 主要的仪式其实就是观音蛋 那么观音蛋 也只有集中在2月份 容易2月的观音蛋 那之后的6月跟9月的 他们只是比较小型 或者是说在当天有开放 让信众去祭拜 然后没有任何的仪式 所以我不认为说 在特别为这个做给开宅以后 他们还需要回到庙里面 有个特别的什么仪式 好的 还有观众要提问吗 没有 这样我就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一般上那种女神的信仰 例如所主事的对象是女神 像妈祖这些 你所遇到的这种情况的话 他们有没有像一般 像之前我们在分享九王爷的时候 他讲说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 不能去拜 女神信仰这边有没有类似这些 大家了 不是只一间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济 还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经济 是比较放松的 还是怎样 在当地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 他们没有特别要求说 如果你来越试的话 你不能去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 不说出来的秘密 就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要去 或者是说你就不要去帮忙 你可以可能再帮忙别的 但你不要进到那个庙的理念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特别讲出来 特别的要求 我觉得是并没有 因为在他们的那个观念里面 还是比较羞于说出来 这么比较害羞的一个问题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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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facts 所以比如说他们当地的人 有跟我说妇女 就是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有说 因为他们其实不是 不是仪式的那个中心人物 不是核心人物嘛 所以你可以不吃素啊 那你不吃素的情况 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谁人会知道呢 可是庙里面 其实他有提供你两周的 那个灾食 你可以去 你其实可以在那边解决 但有一些人他就是说 他们的跟我说的说法是 那如果我已经提供你素食 你还不吃 你还要去吃葷食的话 那你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不要来怪神明 那是你先对神明不敬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是 不说出来的秘密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越是这种 可能以前真的会有 完全就是不能参与 完全也不能去参加那个仪式 不能到那个庙里面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你自己可以拿捏那个分寸 你可能就不要到那个庙里面 但是你可以参与别的那个活动 就是可能帮忙一些别的东西 谢谢 非常感谢小文老师的解答 现在我们进入大合照环节 请大家打开摄像头 露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 由于人数过多 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来拍摄 现在有请丽琴同学来帮忙拍摄 好 来准备 一 二 三 第二章 一 二 三 第三章 一 二 三 好了 谢谢令琴同学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与支持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中文大讲堂的活动 大家也可以关注YouTube上 马语学人的频道 以及关注脸书查说开箱的唱号 谢谢大家热烈响应 谢谢 现在将麦克风交还给白老师 好 我们谢谢佩荣 也谢谢廖老师 那我们也很感谢各位的那个参加 特别是有很多的朋友 是从第一场来到最后一场的 那今天小文老师的这一个 这一场是讲客家女神的 我相信 所以吸引了很大很多的学术的同好 进来一起来参加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问题非常的踊跃 就是差不多连续一个小时 大家就在针对小文老师讲的这个东西来讨论 因为我们的公约数很大 所以我在宣传的时候就想到这个 所以我就特别去强调客家 也强调女神 把这个东西在宣传上面把它放在前面 当然我相信小文老师也是有想到前面的客家女神崇拜 所以很多的同好就一起来做了一个很精彩的讨论 那在也在这边也在呼吁 就是说 这一个研究主要就是小文 他在做硕士 硕士 完成硕士论文期间的时候 的一个成果来的 就是在硕士的阶段的时候 他到诬赖这个地方 那我也必须跟大家讲 小文是柔佛人 然后在为了做硕士的时候 就跑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远 对于柔佛人来讲的 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就是吉兰丹 而且不是到吉兰丹的首都 而是到吉兰丹的这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去做研究 然后去收集这些资料 而且你会发现到他的那个做法 是非常的扎实 是用参与观察 而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金山作客这一本书 非常的厚 然后里面有他做研究的过程 然后后面也有一些 他所在田野里面所收集到的 一手材料连展示在后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看 然后那时候去年在出版的时候 我们和还有蚂蚁学人 我和佳浩 有特别为这本书 也做了一个短的视频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 像刚刚小文有讲到的 那个斗法 还有一些这样的传说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蚂蚁学人的那个频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不简单 就是 之前有在采访的时候 听小文有讲说 他去这个地方 去了很多天 然后而且是一个女生 女生 当然要找朋友的陪伴 然后去那边 然后还要去过夜 然后从不认识 然后慢慢融入的那个地方的社会社群 然后变成人家会有什么东西都跟你讲 然后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给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 所以小文这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然后另外纵观我们从整个的满天神佛系列里面来看到 这13场的讲座里面 其实每一位讲者都提供了不同的那个观点跟视角 有一些看起来都是神 但是看神的那个角度 不见得只是去跟你介绍这个神是什么 然后他怎么样去呈现成道 拜什么比较灵 我们绝对不见得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而是从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可以从历史移民的角度 他跟社会的关联是什么 就像黄大仙的分享 还有像这一次小文的分享 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从客家的角度来看一个神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经济是什么 谁可以抬神教 谁不可以抬神教 谁可以进去 谁不能进去 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也可以从传播的角度 就像上个礼拜的吕洞宾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 他怎么传播的 他有哪一些模式 那也有一些分享是从神明到底是谁 就像上两次的莫加浩老师的分享 神明是谁 所以他讲到最后 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解读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持续去观察的 还有从功能的角度 像妈祖他的功能是什么 还有从一开始那一个王爷的那一个分享 就是哪一些地域范围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研究里面 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去看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 那就我们中文大人这一堂课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同学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你去看 那你一定会可以遇到有趣的问题 包括像今天像廖小文这边所分享的 传说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你不问你 你就不知道一些东西很精彩的 例如那个人讲说打盆污 结果到最后其实原来他们的认知是 彭恒原来就是我们这边人去到那边 然后所以去命名的 然后那个山是不大的 不大的 没有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两个神在那边斗法 然后还有到底神明是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问你就知道很有趣 那这些东西到底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于其实它没有对错的 而是你从这些东西你去了解到别人怎么去想 那了解别人怎么去想 这个训练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大学的训练 不是只是在跟你讲知识 而是在跟你讲知识的过程中 希望你会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然后去尊重他们的想法 因为这个东西是 只要你去看嘛 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没有对错 它在于的只是 这一群人的想法 那如果你觉得是对还是错的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所有的讲者都会跟你讲说 因为跟那个地方的环境有关 他们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才衍生出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东西 所以大致上是如此 所以我们 为什么会充满天神佛? 因为我们老实讲 其实神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去拜 但是长久以来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疑性 或者说比较落后 都会有充斥这一种 这样的一个这一种角度来去 对于我们的民间信仰 但是我觉得说 我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很多人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理性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我们 社会的一个基底 然后我们一直讲说 文化很重要 什么传承 你会讲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你会 你又觉得那个东西是 好像不够不好的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它不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但是你今天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 民间信仰的文化里面 现在是越来越视为的 我们平心而论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 你有多少时间去拜神 或者多少时间去参加庙会 去吃这个中元节的 这个活动 类似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过去会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大马满天生活 这一场系列之外 还有另外一场叫做 什么亚洲 为什么会有满天生活 另外一场 那个周三大学 他们在主办的 那也是提出这一个东西 就是民间信仰 跟社会的生活方式 很相关 那当你的社会生活方式 改变了 那你信仰的这个东西 如果还是维持传统 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 他可能会没有 没有这么样的强 是会变得比较失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有这一个大马满天生活系列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好 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也在其他地方 也办这个东西 然后变成大家都会 形成是一套社会的价值 大家一起去珍惜它 重视它 重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 总体而言 我们的 地方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 等着大家去发掘 特别是我们 的大学部的同学 大学基础班的同学 等着你们去发掘 那总体而言 我们的社会需要人文 虽然你是讲说 人文赚不到钱 什么东西 但是有时候 你又会羡慕人文气息 很强的社会 那我们从自己做起 就多多去关注你身边做到的东西 多问多看 那基本上就 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这个是我们做东西 这个满天生活系列的初衷了 所以我们中文大展堂 明年还会推出其他的系列 我们还在想 所以 期待大家 一直追踪我们的 像我的脸书 或者是中文系的脸书 或者我们大学基础 传播客人的脸书 我们每一年都会为大家 提供这一些分享 然后我们也把 会把所有的这个分享 我们已经做成YouTube了 所以 大家在YouTube上面 打满天生活 大满满天生活 这些关键字都 或者打那些神的名字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我们的 这个视频 那小文老师 这个我们今天晚上 也是会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我们会做成一个 一个播放清单 所以 请大家 打关键字 然后持续关注 那大满满天生活系列 5月份中文大讲堂的 大满满天生活系列 就到今天 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束 我也谢谢小文老师 为我们这个大满满天生活系列 一纪元小的上 变成这个 是一个压轴 那我也谢谢今天的主持人佩荣 还有谢谢 所有的观众 然后 从第一场陪我们到现在 那我们明年见 谢谢各位 拜拜